環球新聞Global News 針對一場四個安省註冊醫生涉嫌亂開疫苗豁免證明的聽證會展開調查 揭露一個有多個註冊醫生參與的反疫苗網絡 文章報導 這個網絡通過一個名為Enable Air的網站 公開售賣有註冊醫生簽發的疫苗豁免證明 並收取費用 而該網站背後的管理者之一 就是聽證會上其中一名被告基里安的代表律師加拉提 在環球新聞公布的一份豁免證明上 可以清楚見到 生效的時間是去年6月24日 豁免原因包括禁閉恐懼症和頭痛等等 並由悲斯省一個名為馬豪斯的醫生簽發 但是該名醫生在去年10月被揭發 曾去信悲斯省公共衛生官反對疫苗接種 另外這些反疫苗醫生還成立了一個名為 加拿大新冠護理聯盟CCCA的組織 並在社交平台Rumbo上面發布視頻 宣揚接種輝瑞疫苗將在90日內導致1,200人死亡 但是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聯邦統計數據顯示 到目前為止在所有接種疫苗的人士之中 最後只有258人死亡 但是未接種疫苗的死亡人數就有3萬1千多人 於是在2010年後 在2010年後 加拿大新冠護理聯盟CCCA 然後再加拿大新冠護理聯盟CCCA